兄弟们以后可千万别再说大话了 给我下着紧张的弄袜子都扣对了 昨天老板问我能不能下挖四米啊 只要价格到位我再给你动动万米啊 放心吧 咱说实话挖四米半应该是够翘 但是挖四米应该没赏任期 先接了再说实在不行啊 给它向下多一米啊 好的兄弟们一起去看看这么个情况 这么一看现场的情况比绿计的要更加复杂啊 之前老板找了个150 已经把这一块全都掏出来了 挖出来以后 中间又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 又下了几场旅 塌房全都滤死了 这一块其实不用破 用不了这么宽 主要是下面悬坑了 到时候工人们在下面气景 不太安全 刚才利用打破碎的时间 我就盘算 怎么样站在这里能下挖四米半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站在这个地面上 没法向下坐 是够翘了 这可坏菜了 中间也顾不着 虽然这样红像站在这个边上 能顾得远点 就总有种要塌方的感觉 克服不了这种恐慌 这番套舵 可以说是极限套舵了 知道吧 四米半没有 但是四米差不多吧 对面没招 没法降 我看看这边 尽量多往下降 我要知道不能降 我就不能雷了 知道吧 这样太受队了 说实话 站在这个土坡上 有点吓人 我这个腿就不听使唤 大鼻油缸已经到底了 又向下坐了一米 这次我估计 怎么也有四米半了 我还套得个猴子了 吓死我了 我总感觉要竖子去 这个腿就是老是不听使唤 总感觉后面有个小姑娘推我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不由自主的 用这个脚丫子抵住这个脚踏板 没办法 轮弯没有履带反应快 又得挂挡搜查车 踩油门 这一套工具下来 已经处理下去去了 所以根本来不及 你说下来也不 哦 太感谢老板了 幸亏老板发现这及时 光注意下面去了 还没注意 这里还数块钢筋 这要是夸查一下脑进去 这今天有摆干 兄弟们 这个深度有没有四米半 我感觉差不多了 就算不够 也差不了多点 再让他们清理清理 我去挖了这么深 就才挖了三米半 看着深度 我还以为四米多了 那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剩下的五十公分 用桥扣吧 哎呀 这又到了 特三专业的领域了 可以说是强项 办的比脚板扎还黏和 好了吗 好了 抽了 抽牙齿呢 抽了 那就拿着强小魂 哇操 我摆了 你这 怎么摆死了 我摆了 我摆了 哎呀 不是啊 我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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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黑不下来 咱们是 是不 我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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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破了十几分钟 发了不到两个小时 收了一签 怎么样 合不合适 视频 看到这儿 给你脑机 捡捡蛋 拉拉拉的一定饥荒 捡捡蛋 别牵牵的老白瓢